卫生部报告说 由不合格或者是未经授权卖家销售的 受管制药物最近有增加的迹象 且八成都是通过电商平台销售 为此当局在最新行动中 封锁或删除1675个销售违禁药物的网站电阶 根据卫生部药剂服务组 从今年10月3号到10号期间 在全国展开的盘古行动16宗 当局已经向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社交媒体和电商平台服务提供商 举报了相关链接 这些链接主要在线上销售 包括精神药、止痛药、抗生素和止咳药 在内的违法药品 另外在行动期间 这一项由国际刑警领衔 卫生部药剂执法组协调 国家中央局、关税局和通讯部 多方单位展开的行动 也在全国主要入境处 充公了13,552个无注册药品 总价值达到132,498令吉 总价值达到132,552个无注册药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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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总价值达到132,552个无注册药品